由韩江学院所举办的2013年9月9金凡奖颁奖典礼在韩江体育馆盛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金凡奖是以怀旧为主题 校方更鼓励出席者穿着怀旧的服装出席典礼 这必定会是个隆重的场面 今年出席金凡奖颁奖典礼的贵宾包括 韩江学院的董事们及校友等等 今年的金凡奖一共颁发23个奖项 其中三个奖项公开给非本院生参与 让学生们有了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 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 韩江学院是传媒的摇篮 在过去培议了不少媒体界的人才 他们的杰出成就让韩江学院感到关荣 他也表示,只要政府正式让学院升格为传媒大学学院 院方将在各项设备上提升水平 让我们一起祝福,祝福我们的韩江学院 在不久的江南,他提升成为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拿督黄赐信则表示 今年度颁奖典礼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是首次为九二九金返奖颁奖典礼设下主题 也就是怀既奖典礼,也就是怀既 全场的气氛与装饰都围绕着怀旧这个主题 我们也鼓励出币 得奖典礼获得韩苑的学生永远参与 与韩苑一起分享他们的作品 其中,One production 分别获得三个奖项 成为今年度的大赢家 得奖者表示 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难免遇到困难 可贵的是他们依然能突破难关 保存彼此的友谊 得奖者表示 在韩苑学习到的不只是课业上的知识 还得到额外的经验以加强自我 环节,怎样与人相处 因为我们读这个大众传播系 最重要是学习怎样与人相处 人与人的那些相处的技巧 除了课业上的 也是学到一些处事的道理 或者是一些额外的 就是明白了自己的方向 今年度校友杰出成就奖 由新周日报的执行总编辑 郭清江及英文报新报 的高级记者 陈信昭夺德 配合今年度的主题 打扮的最贴切主题的两位男女出席者 分别获得最具金凡器之奖 而最受欢迎表演节目 则由商业与管理系的合唱团也 You Raise Me Up 夺德 韩式新闻记者刘佳琪采访报道